大家平安夜好 我是美国健康生活的Jane 我们现在的时间是美国中部时间12月24号晚上的11点半 一个多小时前我刚刚完成今天的运动计划 所以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节日的快乐和这几天我的新感受 这一周我在病房值班 下周我们出去旅游 以前每次我制定了健身计划 最怕的两件事情就是外出和在病房值班 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有很多不定因素 比如说不能按时吃饭 睡觉睡不好 也没有时间运动等等等等 但是在过去这一周我已经值班四天了 感觉特别好 当然这周是节日 所以大家的心情都轻松很多 当然呢我在身体上还有生活习惯上有好几个改变 让我自己也特别开心 第一个就是饮食里蔬菜和水果多了 而且我现在也记得会按时喝水 这样人就感觉舒服了好多 以前值班的时候有一些烦躁 可能是脱水的原因吧 工作起来就比较忙的朋友们 在上班的时间也记住要喝水哦 第二个就是有了很好的零食 比如说苹果啊 还有酸奶啊 还有这种蓝莓 这样我就不会去咖啡厅买那些不太健康的零食了 以前我每次在医院值班 特别喜欢到咖啡厅去吃那种巧克力的牛角面包 这周我可就省钱了 第三点就是我总结了一些经验和小的窍门 我发现工作节奏紧张的时候 我们经常有突发的难题的时候 人会产生应激激素导致血糖升高 胰岛素分泌增加 腹部脂肪也会增加 有一个很好的控制紧张情绪的办法就是运动 人在运动时候肌肉会冲血 就感觉不那么头脑发热了 怎么样才能见缝插身的做些运动呢 我现在就是在去不同的楼层的病房查房的时候 会走楼梯而不是坐电梯 这样让自己有一些运动的机会 锻炼这几个月以来体能增加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 比如说从一楼爬到四楼看病人 我只是稍稍有点感觉 不是特别喘 有几个深呼吸马上就能平静下来 就可以进病房和病人和家属讨论了 也不会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其实上那三层楼比起要做三十多个波笔跳 还是容易好多了 最后在平安夜 我感谢我的病人给予我的信任 让我和他们一起度过难关 也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 无论多晚回家 总有那一盏灯和亲热的话语的等待 也感谢大家和我分享健身的快乐 坚持到最后五秒钟 谢谢大家 希望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